《網絡審查》23條禍說 梅二歲體一建議改善形象 許家印第二豪仔拍賣 紀錄片《香港自由的最後日子》 浩萊塢上映 各位YouTube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崔時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日 星期六 歡迎收聽《香港簡訊》 在新聞播報之前 請您聽聽三高代謝寶客戶的反規 自從我們的頻道推出三高代謝寶以來 我們不斷收到正面的反規 張先生購買後留下五星級的用戶好評 他說良好的購買體驗 送貨刑很快 目前後果還不錯 下次還會購買 來自德州的李先生 為他的太太購買了三高代謝寶 近一個月他的血糖就從7.1降至6.4 他覺得效果很好 已經回購了三次 還送給了朋友 三高代謝寶不僅是針對高血糖 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的食療補充品 他還是一種全面的保健方案 透過激活身體的自我療癒力 來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質和精神體力 也顯著提升了肝臟和腎臟的功能 三高代謝寶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選擇 詳細情況請見健康520網站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梅宇瑞 日前接受彭博社專訪時 對香港日漸加強的網路審查表示擔憂 他透過由於連線和資料安全的問題 已經有一些美國公司 在訪港時使用即棄式手機和手提電腦 彭博社週五日刊登梅宇瑞在2022年上任以來的首次宣訪 梅宇瑞指 近年香港已試圖刪除互聯網的某些內容 甚至封鎖或過濾某些網站 一旦開始網路審查便會有滑波效應 不知道何時結束 報導舉例 港府以國家安全為由 聯同網路服務供應商合作 阻止本地用戶到訪人權組織 香港監察的網站 由於中國式網絡嚴格監控 梅宇瑞在訪問中提到 要改善香港形象 應該釋放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認為這比舉辦金融峰會 和旅遊推廣活動的後果都要大得多 對於香港即將通過23條立法 梅宇瑞認為 在2020年實施《國安法》之後 香港最不需要的就是23條等 影響範圍更廣泛的新罪行 但它拒絕透露23條通過後 美國政府會採取何種行動 梅宇瑞還表示 相信香港這個淺英國殖民地 仍具有重要的商業優勢 只要有關官員確守中英聯合聲明 維持香港高度自治 50年不變的承諾 香港與美國的關係 相信會得到改善 港府同日回應 職責梅宇瑞的言論 藝園送聽 要求美方停止就23條立法 說三道四和停止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梅宇瑞來自德克薩斯州 在2002年9月抵港 接替史馬克成為新一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 他曾在約翰福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 獲中國研究碩碩學位 90年代在台灣任職記者 其後在華盛頓智庫尼克遜中心從事中國研究工作 在擔任駐港澳總領事前 梅宇瑞擔任美國駐蒙古烏蘭巴托大使館副館長 並多次被派駐中國大陸 梅宇瑞向來熱愛香港文化 能夠講國語和廣東話的他 經常在個人社交平台分享香港好虛處 受到網民稱讚 去年1月 梅宇瑞上任後首次評論香港法治情況 形容港區國安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 由透過過去幾年間 已有多達五分之一在港的美國人離開 多家廣媒報導 恆大董事長許家印 第二座被扣押的香港豪仔 趁設立已經掛牌出售 根據香港第一太平大維斯 在星期四的一份公告中透露 最新豪仔的招標 將於4月22日結束 招標價值為5億港元 該豪仔位於香港太平山頂 暴力徑10號2座 為三層獨棟讓貨 持有私家花園和內部電梯 實用面積4933平方呎 可以俯瞰香港流困臨立的風景 許家印在香港山頂的 同一住仔開發項目中 擁有三棟豪仔 港媒去年11月報導 其中一仔在一年前 被接管人投放在市場 另一房正在去年底 被許家印的債權人扣押 恆大集團是大陸房地產龍頭之一 在2021年首次出現境外債務違約 之後多次與債權人交涉 未能達成重組協議 最終在1月因債務重組未能進展 而被香港高等法院斑令進入清盤 其在香港的其他資產 已全部被查封劃出售 近年來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和經濟的持續放緩 香港豪仔售價至2022年中期以來持續走跌 平均售價下降超過四分之一 不過房地產經濟行業預計 港府這個星期宣布在全面設立的政策 可能會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反彈 彭博社引用第一太平大維斯公司 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李偉文的華港 印花稅、稅率的大幅下調 等於被購買豪仔的人們 省了上千萬的港幣 紀錄片《香港自由》的最後日子 日前在好萊塢著名的中國劇院 舉辦獨家放映會 電影內容引發共鳴 劇中時現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很多觀眾與導演握手致意 據《世界新聞網》報導說 影片由知名導演克萊默 和弗萊克共同執導 透過深入探討 2019年香港因引渡法案 引發的抗議活動 及其後實施的《國安法》 細緻呈現港人爭取 民主自由的不不鬥爭歷程 以及《國安法》如何將香港 從國際金融中心 轉變為一個 受到中國嚴格監控的社會 紀錄片最後也提及 《香港23條》立法的爭議 台灣賴清德的當選總統 並以《願榮光歸香港》作為結尾曲 放映結束後 現場響響熱烈掌聲 很多觀眾主動向導演握手 表達他們的感謝 和未來光復香港的希望 導演克萊克回憶說 2014年首次訪問香港的時候 就愛上了這裡的文化和活力 2019年的抗議活動 給了他一個機會 能講述這座城市轉變的故事 他分享對香港抗議活動的感受的時候 形容這段經歷 是他人生中最震撼 最恐慌和最悲傷的時刻 並呼籲觀眾 深入了解數百萬香港人 如何目睹他們所愛的城市 在《國安法》實施後 變成了一個反烏托邦的夢魘 福羅克表示 他計劃拍攝更多的關於香港和台灣的紀錄片 以持續關注這些重要的議題 並希望通過這部電影 給觀眾了解香港人與中共的鬥爭 以及他們所殺血的自由 前來觀影的香港張先生 對於片中所展現的港人 對自由的追求深感共鳴 認為這些抗議活動 不僅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 更反映人民對自由的渴望 和對《國安法》對自由限制的擔憂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 我們每個兒都打開 但是我們議員 各個招待 我們都打開 只有個人的抱擦 在山、來的 最多支配合